说到锅叶名菜,开水白菜 就算很多人没吃过 但是都应该听说过吧 是不是开水加白菜就能做出锅叶名菜了 答案是否定的 俗话说唱戏的腔,厨师的汤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家庭版高级清汤的做法 也称顶汤 做清汤我选用老母鸡和猪骨头 第一步度好的食材 加盐和清水浸泡三分钟 这样能够吸出里面很多的血水和意味 第二步冷水下锅 加高度白酒去香增心 用小火慢煮 再次将里面残留的杂质充分的释放出来 第三步捞出来一定要加温水 再次洗掉杂质、血沫和脂肪 第四步锅中烧水 倒入洗好的食材 水地要加足 中途不加水才是关键 烧开后再次撇去浮沫 小火煲清汤 大火煲浓汤 因此用小火煲五六个小时 第五步准备扫汤的食材 鸡脯肉 用鸡脯肉的吸附力去吸附汤中的杂质 鸡脯肉尽量剁的细一点 也可以用绞肉鸡代替 然后加料酒 葱姜泡的水 再加清水把鸡脯肉卸开 一定要卸匀 汤煲好后要撇去上面的油脂 第六步 捞出的骨头不用丢掉 可以加水用大火煲浓汤 第七步将卸好的鸡蓉倒进汤里面 第八步 开中火加热 勺子朝一个方向不停的搅动 这就是所谓的扫汤 让鸡蓉在汤里面上下翻滚 吸附汤里面的杂质 扫汤一般有三种方法 鸡脯肉是白肉的扫法 扫出来的汤比较清澈 第二种是用牛肉或者猪瘦肉 扫出来汤称阳黄色 第三种是以前宫廷御厨常用的手法 用鸡脯肉和牛肉分别扫 也叫红白扫 它的营养和香味会更加的丰富 随着水温的升高 鸡蓉慢慢的凝固 汤也渐渐的变清 烧开后再加少量的清水 这种扫法称之为二扫 再次烧开关火 第九步用细纱布固滤 固滤后的渣子可以放在骨头里面 加清水 用大火煲浓汤 这就是所谓的二汤 吊汤的学问真的是非常的讲究 很多清汤回味甘甜 这个甜就是鲜味十足的表现 这个作品花了我十个小时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